9月14日,星期五 即是下個交易天,即是下個星期一 就是護廣東正式啟動 看回中港兩地的市況 今日仍是比較冷靜,其實是很正常 如果這兩天有少少投機性的追捧 可能到時真的有點反高潮 先看看上證 如果大家有留意,10月27日上證指數仍是2280點 最低那一下,去到11月11日的高位 2,509點 累積升幅在11月11日已經升了229點 這是四寫五入 大概10%左右 升了10%之後 有少少消化整固,有何那麼出奇呢 最重要的是 一直咬著2,500點的水平 形態是屬於緊構高台而不下 從技術上來說 現在有兩個支持位 第一個就是12年的高位2478點 第二個就是去年的高位2444點 總之上證在收治那刻 沒有跌穿這兩個技術上的支持位 最重要的是2444 整個穿頂而繼續向上 咬著不放的形態是沒有變度的 再看看廣估 同樣如時 同樣如時,一路是緊構高台而不下 因為今個月的低位是7日的23430點 高位仍然還是3日的24133點 第一,這個月暫時直到現在這分鐘 雖然是先高後低 但是整個市 大部分時間都是咬著244的 即是說,整個勢頭是有利進一步穿頂 因為一個月的高低位 不可能在一個星期之內 同時期出現 如果7日的23430點 是今個月的低位 高位應該是在18日 20日或者20日 才出來的 一定是抹闊的 第二,703點波幅 我不管你升和跌 根本上就不可能滿足到整個月的要求 只要23430點是今個月的低位 不用多了 如果整個月有1200點的波幅 它不是跌就是升的 即是說,高位應該是24630點的頭 即是說,更加高的指數 在今個月的後期才能看到 11月份還有10個交易跌 其實中間存在的變數都比較多 不過任何的存在的變數 我都看過市 應該有機會做好一點 那湖廣東其實是一個政策 是有利中港領地的股市 是長遠的發展 就不是一個因爲 一出來 今天升很多 校日升很多 接著 二來就是一個調整 跟2007年的直通車 有一點很大的分別 2007年的直通車 是民間所說的 你和我都相信 到最後 幻化成很大的動力 結果就 一路追就一路掩 一路掩就一路追 殺到上31,958 恆指 在兩個月之內 升的足足 是一萬點的 但 現在這一次的情況 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 這個是長遠的政策 不需要急於一時 再說 現在就 胡廣通 明年一二季 就深廣通 即是說市 是有利於 用一個 比較換步 一個牛的形態 逐步逐步向上推升 總好 三爬兩撥 升完之後 就來個大跌 不知道我這樣的說法 大家同不同意 我始終認為 十一月份 更加高的指數 還在後面 至於2014年 同樣預期 更加高的指數 依然都還在後面 講了很多次了 今年的時間 波幅只有4,224點 如果低位是21,138點 不變的話 其實根本上 沒有機會變的 高位 只要不用多了 4,800點到5,000點 指數已經可以 見到25,938點 甚至26,138點 因為今年有胡廣通 相對去年 4,685點來說 如果全年的波幅 由4,800點到5,000點 都不為過 這個 就未來的六個星期 或者五個星期 應該見得到 對2014年的事 我看得比較好 其實一直在分行說 年初都已經這樣說 未變過 2015年 怎麼看 當然還是看好 因為這個新的星浪 加入了新的元素 就是胡廣通的因素 在分行 我都很強調一點 就是 未來指數現在向上升 一定是靠成分股 唯獨匯控 會走勢比較慢 因為這段時期 它的成分比重 都會逐步逐步下移 所以變成 其它的主要成分股 就一定的星勢 會更加明顯 好了 明天有一場講座 在觀託 另外兩點鐘 亦都有一場講座 在佐倫道 即是我們九龍總部 有兩場講座 主要集中 都是講走勢 和和廣通之下 講座未來的方向 有時間可以來聽 哈 一邊 和廿